接着我们继续 我们第四课讲到 带着更强的圣灵恩高去侍奉神 其实我们1、2、3课讲了很久 因为我们中间加插了其他主题 接着就是第四课 我们也简单重复之前讲过恩高的意思 圣经讲到 神用圣灵和能力高拿撒人 祂能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神与的同在 解释到这个恩高就是圣灵的同在 和神的能力的同在 叫我们能够医病赶鬼 有神的同在祝福我们的侍奉 也在《以赛书》1章1到3节讲到 耶和的灵在我身上高抹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和医好伤心的人 所以传呼音不是仅是传呼音 都是医好伤心的人 而我们也讲到 如何长期被圣灵充满 就是对付罪 离开罪不单是悔改 是离开罪、憎恨罪 第二是圣经 第三是相信 神很想充满我们 神很想和我们一起 很强烈的同在 第四是祷告多些时间 爱慕神、欢喜神 你做惯了就发现一祈祷 立即感受到神的同在 这就是加强了圣灵的同在在他身上 第五是渴慕被圣灵充满 他时时都很想和渴慕被神使用 将生命献上 有处理生命 如果经常是烦恼的 不会被圣灵充满的 处理生命各人的罪 按手祈祷和圣灵充满的聚会 是有帮助的 圣经有些有强烈因高的例子 就好像摩西 他会上西里山发光 灭发光 撒母义那些先知门徒 长时间敬拜赞美 他们神的同在很强烈 素罗一去到当中 立即改变为新人 阿拉利亚和初期的仕途 阿拉利亚不是仕途之一 但他按手在素罗身上 叫他被圣灵充满 又能够看得见的 宋上节是中国人之中 他是很多祈祷 圣灵充满 宋上节是一个 圣灵教会和传统教会 都接受的人物 其实他们看清楚 是很明显 他是有圣灵的运作 有医病有赶鬼 还有在他的聚会之中 那些人说到好像有烟云 神的强烈的同在 所以他们都看到 神的同在是可以加强的 另外就是负尔曼 Kathryn Kuhlman 她的聚会 真的很多人得意志 有一个叫做 Robert Sleadden 他亲眼看见一个修女 她的手卷曲 又坐在那儿 不懂得走的 但是他祈祷 然后他手就直到 那些手指就直到 能移动 然后他就起床 那些修女就帮他起床 然后可以走到路 就是他亲眼看到的神迹 Robert Sleadden 是他自己都上过天堂的 他形容天堂很好 他说进那个生命河 通常你进一条河 水不会进入你的里面 他说进那条生命河 那些喜乐和爱会涌入来的 就是你进一个生命河是这么好 还有他说坐在那座椅里 他进了一个人的 他的屋 他说坐在那座梳化很舒服的 譬如你坐在那座椅里 坐在那座椅里 你都会动一下动一下 不舒服的 他说他坐在那座椅里 很舒服的 他形容天堂很简单又很实际 他又说到一些花 怎么样有生命 安卡罗就为我按手祈祷 而很大的能力进入我里面 很大的爱进入我里面 他是很有怜悯的心 我看到他的聚会 他会为出来祈祷的人按手 接着他会走到后面 走到周围去找找 看看还有没有人在那里 他为他们按手 逐个按手 他很有怜悯的心 我亲自问他 我问你怎么有这个强恩公 他就说怜悯 我想知道你怎么祈祷 那你怎么祈祷 又是怜悯 他回答那些问题 各个问题 答案都是怜悯 他很有怜悯的心 他是一个生意脑 但是神使用他的 我们如何追求更强的恩公呢 第一就是为了荣耀神 彰显神的荣耀 让人知道基督教 不只是坐在教堂听道的 基督教是一个活着的神 是有一个真正来跟我们一起的 我曾经为不同的人祈祷 其中有一个基督徒跟我说 他说 你祈祷立刻那些人经历 基督教就应该是这样 他就说 以前就只是以为是听道 但是现在发觉原来 基督教是有一个活着的神的 是真的帮到我们 真的心灵释放得医治的 譬如今天有一位姐妹来到当中 我们为他祈祷 他都立刻觉得舒服了 这个就是神的同在 带来的祝福了 动力就是我们爱神 其实圣殿充满一定是包括爱神的 爱神呢 神就叫我们安置 将我们安置在高处 叫我们成为尊贵了 越亲近神 越听神话 就越尊贵了 而我们的动力 为什么想被圣殿充满呢 动力亲近神 遵从神 侍奉神 都是这四点的 第一 神是充满爱和能力 他什么世界的东西 所有东西都可以给我们的 只要我们亲近他 遵从他 他就什么都可以给我们的 还有他很爱爱你 个个都很宝贵 你跟隔壁都说 神很爱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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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要祝福你 所以个个都有盼望的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盼望的 第三 你爱神 亲近神 遵从神 侍奉神 一定蒙福 这个圣经讲的 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上次 而第四 你犯罪和不发挥生命 浪费生命 一定有破坏性 所以圣经讲的很简单 很清楚 你亲近神 你做神吩咐的 你一定蒙福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很想被圣年充满 这个就是个动力 很想在圣年中运作 去发挥生命 好了 然后就讲到自己怎样进入 神强烈的同在 就是用心灵诚实 整个思想 意志感情和灵 去爱慕神 思想就是认同神是最好的 跟从神是最好的 圣经是最对的 就是认同圣经所说的 意志我决意跟着神 听了耶稣话 做了耶稣吩咐的感情 一想到神就喜欢了 有些人说 我都看不到神 为什么喜欢神呢 就算你看不到神 你喜欢吃神做的东西 是不是神做很多好吃的东西 很多种好吃的食物 神做人有感情 神做动物都有感情 如果你家里有养狗养猫 那些人养狗养猫 他很紧张 他就是狗或者猫 因为他和他有感情 狗的猫 也对我们有感情 因为神有感情 所以神将感情放在人的里面 还有在天堂 更加充满感情 神这么好的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想到 神就欢迎了 我想到神就欢迎了 那就容易被四年充满了 还有灵 灵比我抽象 整个心灵 在我凡在我里面都亲近神 清重神的命 所以每一次祈祷 都说神是最好的 思想上神是最好的 我意志 我决意跟从神 还有我喜欢神 你喜欢神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祈祷 如果你经常都说 神啊 你真是好 我喜欢你 我欢迎你 我享受你 神就会更强烈在我身上的 我时时都会在这个状态 我尽量在这个状态 我一直说到我都在这个状态 还有以神为乐 神这么多好东西 我喜欢神 我欢迎你神 你就越来越圣灵充满了 有些人说 我好难经历你神 因为他不觉得神这么宝贵 如果你觉得神很宝贵 你的生命就会提升了 有四种祈祈祷 神教我的 第一是恩典的祈祷宣告 神很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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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我们 就在我们前后环绕我们 神陪伴我们 祝福我们 这个恩典的祈祷 由上至下 神到我们那里 恩典的祈祷就是我们到神 不是 敬拜是我们到神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我捉住耶稣 我欢迎你耶稣 耶稣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这个就是人向神 我就加多很多这些感情的说话 因为包括我们的感情 所以就说 神啊我喜欢你 我欢迎你 我需要你 我拔着你 我挨着你 我享受你 我希望大家祈祷都会这样 在心灵里面 喜欢神 是更加得力的 互动的祈祷 也是喜乐的锁示 就是我们每一次亲近神 神一定喜欢的 因为圣经说 我们亲近祂就一定亲近我们 祂又祝福我们 叫我们多结果子 所以亲近神一定会回应 所以我们一亲近神 我们知道神欢喜了 神因我们欢迎喜乐 默而爱我们 请我们喜乐而欢呼 所以我们每一次祈祷 都说神现在很欢喜 所以我可以开心了 就是每一次祈祷 都说神啊很欢喜 所以我可以开心 每一次遵从神 神都欢喜 我就可以开心了 还有委身的祈祷 将生命献上 听完神话 神就一定祝福了 这四种祈祷 宣告神的恩典 我们如何敬拜祂 亲近祂 有相信我一直敬拜祂 祂一定喜欢 所以我可以开心了 我从早到晚 为什么可以平安起落呢 因为我经常都知道 我一亲近神 神就喜欢了 所以我可以开心了 还有我委身跟从神了 而长时间敬拜呢 是会带来神强烈的同在的 这些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不过我现在重温了 好像这帮先知门徒 整天亲近神 他就整天有神的同在了 那么尽量用心灵爱慕神 不只是用悟性祈祷 有些人呢 我们都需要悟性祷告 为家人 为周围的人 为国家 为教会 我们都应该祷告 不过最主要是一个心灵爱慕神 让神跟我们有强烈的同在 祝福我们 使用我们的生命 那么你就想着 所有问题都会难了 我们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我就放下烦恼了 祈祷的时候 都放下了 不要紧的 哈利路亚 有什么人伤害我 不要紧的 不死得的 祂不会伤害到我 因为我一爱神 神就祝福我了 所以就放下烦恼了 又放松了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非呀非 非呀非 所以来到神面前 多谢耶稣 天天都开开心心 这个就是神喜欢我们的心态了 而且极度喜欢神 好喜悦神 神的创造 神的拯救 神的接纳 神的帮助 还有在心灵 去呼叫耶稣 哈利路亚 主耶稣 在心灵发出 是帮我们心灵的祷告 用心灵诚实敬拜 因为有些人觉得很难 你可以这样的方法 好像心呼叫出来 哈利路亚 在心呼叫出来 发自你的内心 你更加容易经历到喜乐 我试过叫很多人 我试着有个心叫出来 多谢耶稣 他立即会起落 我自己一做 每一次都即时有起落 这个就是在心灵的深处 而且你都可以 好像整个灵魂飞去神那里 飞呀飞 飞呀飞 整个心灵飞去神那里 这个就是心灵和神相交 有一样的支持 这个是一个额外的人的经历 有些人上过天堂 他发觉在天堂 不用说话的 是个心灵一说些什么 有在想些什么 耶稣立即收到 耶稣的心在想什么 他就收到 所以没有说话的 是心灵的相通 所以这个 这个只是作为参考的 我们就看到原来 跟神就是这样的 我自己发觉 真的用心灵 喜欢神 是很容易经历神的 这个是一个圣联充满的锁示 第六 身体都轻松 跳舞呀拍掌呀 轻轻松松 是可以在神面前 好像大胃在药柜面前 跳舞一样 好了 我们今次 今次讲这个主题 就是怎么样带着恩高 为人祷告和侍奉神 那圣联充满对于灵命 和侍奉的帮助 就是对我们的灵命 和对于侍奉神 有什么帮助呢 第一 能够随时经历神的同在 祂的工作和能力 譬如你烦恼 人人都有烦恼的 对不对 有些人烦恼又怎么样 看电视 看电影 哭 吃雪糕 睡觉 这些方法 但这些方法 不能够彻底帮助我们 但是你即时就说神就跟我一起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放下烦恼 因为月灵 是不会加增任何的好处的 我们不能够用丝类史受数多加一刻 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赞美神 有时我也遇见一些难于相处的人 那我一转身就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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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立刻可以经历到平安 有些人说 我未去到这个位置 你未去到这个位置 起码觉得平静了 已经是进步了 平静了 舒服了 那你就说 我就可以随时平静 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 后面都有一个祈祷时间 那你在那个时间 就操练亲近神 随时经历到 你回家就随时祈祷都经历到了 我尽量由早到晚都在这个状况 在很多时候我就在那里哼歌 整个人都轻松了 随时经历到神的同在 在我初信耶稣 我已经发觉这件事 在我初信的时候 我发觉我回家唱那些轻松的歌 主耶稣真几秒 我一唱就很开心 那时候我未经历四年充满 我已经发觉这种方式的赞美神 是很大的帮助 第二就是时时活在开心平安 轻松 慈爱和复兴之中 就是不是活在低沉 软弱无力 没有盼望那种状况 基督徒是可以很有盼望的 如果我们告基督徒都是这样 其实我们影响世界会很大的 不过有很多基督徒不懂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很多基督徒 有烦恼 睡不着觉 身体健康有问题 激气怒吵 跟人关系不好 被人炒鱿鱼 家庭破裂 很多基督徒是这样 因为他不懂得重臣得力 所以我们重臣得力之后 我们怎样呢 说给人听我们的经历 我鼓励大家上YouTube 你开一个户口 YouTube用你的Gmail就能开到的了 还有Facebook 你都可以用Gmail开了 找一个手机对自己分享 分享完之后 就有选择分享那里 其中一个选项 你再按更多那里 是会有Facebook或者YouTube 那你就在那里分享 那就可以影响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 有几多基督徒是充满喜乐的呢 我接触过很多基督徒 我发觉不是很多是充满喜乐 不是很多是充满力量的 不是很多是充满那种 热情澎湃的那种力量的 很多是低沉烦恼的 如果我们发出这种影响力 我们就会影响越来越多人 大家想不想啊 我们个个都可以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神会怎么看呢 神会很喜欢 他就会欣赏你 你是我所充满的 我要大大使用你 所以这个活在喜乐 是很重要的 这个已经是侍奉的 原来活出喜乐 就是侍奉 第三 有动力和能力传福音建立灵命和福兴人 当你经历这么多 你就很想帮人 我经历四年充满之后 我真的很想帮人 我就很想各方面发挥 神又真是为我开路 我就多谢天父了 在这里有多少人 你有动力比神用更多的 有多少个有 有多少个你有动力 你想比神用更多的 都看得到神在你当中动工 希望大家 让这个动力推动你 不要好像怎么样呢 动力很强 好像怎么样 开车 你进了D Drive 你一踩油它就去 怎么知道你进了Neutral N 你就踩油 但是车不动 有动力 硬是不动 这个就是形容很多基督徒的状况 进了Neutral 不动得 希望有动力 可以动得 第四 领受神的修剪 带领智慧和启示 我们个个都需要修剪 我们的情绪 负面思想 人制问题 都需要处理的 还有神带领我们 如何去侍奉 还有有智慧 有启示 带领我们如何去侍奉 还有可以领受 进入灵的境界 就是圣经所说的 建议像作乙梦 有些人说 那你就加征圣经的启示 我们就说不是 不是 例如这只诗 我都分辨的 讲方言 圣经讲明 圣经说明 方言是什么作用 那我就跟从圣经 但是那你就得启示 得到什么启示 第一 在本人身上 我们如何应用 我们如何走出来 在教会如何走出来 是如何走出来 就是圣经吩咐我们全福音 建立灵命 去推动更多人爱主 我们就如何做出来 就是圣经启示 另外就是我们可以更认识神 认识天堂 认识天事 知道原来我们在灵界里面 知道神的同在 这个不是加添圣经的启示 而是更加认识我们所要认识的神 更加去跟祂有亲密的关系 也有很多人祈祷上了天堂 这些都是一些经历 他没有加征一些启示 他只是更加认识我们这位所认识的神 第五 为人祈祷带来会信主 我初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为人祈祷 他们就经历圣灵 他们就信耶稣 我告诉他们 问他们有什么经历 他们说很平安兴省 然后他们就信耶稣 所以当时我们教会很大增长 有一个教友 他妈妈就病了 心脏病,糖尿病,神衰竭和中风 医生说没得医的了 就不要洗神了 但他的女儿就说 你叫我去为他祈祷 为他祈祷 我问他有什么感受 他说很舒服 我问他想信耶稣 他说不想 因为我契了观音几十年 不可以信 但过了半年之后 他忽然间神感动他 忽然间说 为什么今天叶牧师没有来 因为我已经没有来很久了 为什么今天没有来 于是他女儿立刻叫我去 我就为他祈祷 我说你祈祷有什么经历 很舒服 我问他 观音有没有这样帮你 他说没有 佛有没有帮你 没有 你想信真就信假 他就信了真 然后即时受洗 他全家有很多个信耶稣 还有他天天和那些孙子 和那些儿子传福音 很大的改变 还有他有一晚看到 看着天花板在那里笑 他的女儿觉得他在那里 看到天堂 或者看到耶稣 或者看到天使 这个就是可以带领人信主 还有带来医治 灵命更生 这个就是圣年充满的益处 我想问大家 这里有几个试过 你为人祷告 带来人信主 或者医治安慰 灵命更生 请你举手 我希望大家 早一你去做 神就会用你更多了 第六 越委身就越大能力 和侍奉 可以千百倍 我现在侍奉 和以前比较强很多倍 我能够影响不同的牧师 在不同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扩展 我希望大家都相信 你都可以的 我一会 譬如我们小组时间 就是练习 怎样去帮助人 怎样去兴起人的灵命 第七 生命高度提升 进入神奇妙计划 神奇妙计划 是很大的发挥 不过很多基督徒 发挥些少 作用不大的 你满足没有 你一生人就是这么多 你发挥就是这么多 你满足没有 我希望大家说 我想发挥更多 你愿意给神用 你的生命就高度发挥 因为入了神奇妙计划 是无可限量的 第八 可以进入超自然的领域 见到异象 见到耶稣 更加和耶稣有亲密关系 虽然我没有见过耶稣 第一 我经历过耶稣的爱 给我很大的鼓励 还有我随时 祈祷一个喜乐 是给我很大的鼓励 还有我为人祈祷 有些人又见到 耶稣有些上天堂 我们中间也有一位姐妹 从此以后就见到耶稣 多谢耶稣 他就为人祈祷 很大的进步 这个都是很大的恩怜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 原来圣灵充满这么多益处 希望大家都渴求 但你不要说 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呢 不用这么想的 个人不同 总之你进步就可以了 总之你每天进步 越多亲近神 越多帮人 越多帮人 你才越能够有能力 譬如我试过去宣教 那时候我带一些教友 他们是在自己的教会的时候 祈祷那些人没有什么经历的 我们去到的时候 其实我有些这样的影片 我有机会 我可以拿回来给你看看 他去到祈祷 那些人都经历圣灵 他想都想不到 他祈祷那些人会在 圣灵的能力之下跌倒 他想都想不到 他会去到这个聚会 可以这样带阅神的能力 这个就是越多事逢 就越多有能力 我都希望带你们更多去宣教 好了 我们需要明白 我们怎样可以经历圣灵各种方式 这个就会帮我们 怎样用在自己身上 和用在人身上 之前我也说过这些 不过我简单地说 就是平安 耶稣将平安赐给我们 兴散 勞苦担重担 就得到安息 所以有些人 我觉得很平静 很轻松 很舒服 还有爱和圣灵 将神的爱 销灌在我心里面 我经历过神的爱 我是很感激的 我也都试过为人祈祷 我说神是你的爱来 我一说完 那些爱立刻来 我立刻哭 哇 就哭出来 那个爱很大 我也都随时 神的喜乐 临到我身上 我很多谢神 还有心灵得医治 医好伤心的人 那些忧伤的人 其实我以前 很多时候发恶梦 又会梦游 但是神医治我 令我越来越轻松 喜乐 平安 又可以赶鬼医病 我去宣教试过 在台上讲道 台下已经有人经历 邪灵赶出来 电话试过 跟人们讲邪灵 其实神的能力 给我们是很真实的 还有我们中间 也有很多人 时时是参与这个 医病赶鬼的 比如站在那一层 刚刚坐下的那个 在后面那层 他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很多很多次了 整天都做的 然后就起落了 可以开心 有身体舒服 肉身安然居住 哇 好像轻飘飘 很舒服 这样的 神的同在 还有医治失眠 能够安然躺下睡觉 还有有能力 有能力留过 一祈祷有能力留过 这些都是一些方式 我们可以经历到圣灵的 为什么 说出来呢 让我们留意到 原来我们经历圣灵 会有这些经历 还有为人祈祷 有没有觉得平安 轻松一些 有没有觉得身体舒服 有没有觉得摇动的能力 可能有经文给大家看到 圣经又说到 叫人跌倒 那未那么强 就可以摇动 这些都是经历圣灵的方式 如果刚才我讲的 你不记得回来 立刻在Facebook 你回去已经可以看到 页目 你即时可以看到 好了 怎么样使用按手吐告 还有来到 帮助人传呼音 还有提升人的灵命 第一 比如你认识一个基督徒 他就觉得 和神关系很疏远 那你可以做什么呢 第一 从他解释一下 如何用心灵爱慕神 还有放下心中的重担 和烦恼 还有你想我为你按手祈祷 比如那人愿意聊天 我就没有讲到和他聊天 和他聊天 沟通一下 你想不想和神关系更加好 和神得力 得到神的祝福 那他就好了 我想这样的时候 我就解释给他听了 为什么用心灵诚实 记不记得心灵诚实 包括哪些东西 心灵 思想 意志 感情 和我们的灵 就是解释 如何用思想认同神 是最好的 决意跟从神 和喜悦神 欢喜神 整个心灵爱慕神 就放下烦恼 家里吵架 不要想着了 你想着 家里不会 整天想着吵架 那些吵架不会走的 你想着耶稣 那些吵架可以减少的 放下烦恼先 然后你就为他按手祈祷 按手的时候 不要将你的重量压在他身上 如果你的手会震 有些人 手会震 或者摇 你就不要摇起他一份 你就不要震起他一份 你手在他身上 不要动 我自己就提议 是轻轻黏住就行了 不用 不用整天手放下去 手指尖碰住就行了 第二 尽量多人一起 爱慕神和敬拜神 当很多人集中敬拜的时候 神的同坐会加强 所以你去探访人 最好有两三个一起 一起祈祷 力量更加大 第三 在祈祷之后问他 心灵和身体 有没有任何的经历 或者感受 就是刚刚我所说的这几样 这几样 如果他不会说 你问他有没有觉得 轻松一些 平安一些 身体有没有舒服一些 有没有安慰 有没有开心 有没有能力 或者有医治 有没有觉得身体舒服了 如果病痛减少了 就告诉他 这个是神童在大 这个就是按手之后 问他 这个问他很重要的 很多人跟我一起 经历圣灵的 安卡罗来到香港 很多人经历 我也都懂得 有些不同的人经历 当时我带了一些教友去 他们很多人经历 我也都教他们怎么保持 但是他们很多人没有保持 他们也不敢去问人 其实问人 这个是很多人很害怕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我没有经历 这样就很与了 但是我就说不要紧要 我就告诉他们 不要经历 不要紧要的 你真心爱神 神已经祝福你了 你感觉不到就不要紧要 不过你慢慢当祈祷 你经历到 就会鼓励你 原来神的同在是这么真的 你就会知道 原来神这么近的 原因是这样 为什么我要问人 很重要的 他知道他经历什么 有时候有些人 真的有些人祈祷 被祈祷的哭了 很感动 但是这个人完全没有 跟他说什么 没有告诉他有什么意思 但是可以告诉他 当他哭 就是哭到一段时间 他在哭你就不要说 他哭到一段时间 都会松一点 那么你告诉他 刚才是不是觉得很舒服 很松 这个就是圣灵临到你身上 将神养过去 囂观在你心里面 你都可以问他 你是不是觉得 避爱 或者觉得忧伤 两种 有些人因为他很忧伤 所以他在祈祷的时候 他就哭了 很苦的 那种 那种是苦的 另一种是感动的 很感动 很感动 你问他 你是很苦 很痛苦 还是很感动 他说 很感动 好不好 神的爱来到你身上 神这样祝福你 好不好 好 你想耶稣以后祝福你 好啊 那就带他信耶稣 或者带他来 你多些亲近神 以后都可以这样祝福了 以后你和人祈祷 他都可以得到祝福了 那时候 我经历圣灵 我训练那些人 他们又为人祈祷 即时有果效 真的有些人就得帮助 所以我们就 问他有没有经历 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 很轻微的 平安 轻松一些 我就告诉他 耶稣令到你平安 轻松一些 也就是说 耶稣陪你一起 耶稣赐给你平安 你越亲近神 就越平安 就越轻松了 越来越多经历 就不要小看平安 你发觉真的不同 就是说 耶稣已经祝福你了 所以 你有平安 你就说 多谢神 神和我一起 经历到什么都说 神和我一起 所以我是开心的 于是有动力去信耶稣 或者是跟从耶稣 或者更加爱耶稣 或者是侍奉神 就是这个经历 让人知道这个重要性 也有些人他没有经历 所以说不要紧要的 你多些亲近神 你可以问他 你自己其中 有没有觉得平安一些 舒服一些 他说有 那就好了 这个就是经历了 但是这个经历开始 慢慢越来越多 越多你就越知道神的同在 和那个能力越大 改变你生命越大 就是目的在这里 第四 其中一个可以留意 就是他身上有没有遥动 那有没有圣经 有没有根据呢 下面两个经文 在启示录一章十七节 约翰一见到耶稣就跌倒 中文翻译跌倒 但是原文是跌倒 所以呢 跌倒 有些人就说向前才是圣灵 向后就不是圣灵 是斜灵 两个答案 第一 圣经是没有说到跌倒 圣经是说跌倒 所以可以向前向后 第二 如果奉耶稣明祈祷 亲爱天父 求你临祭祝福 主耶稣你临祭祝福 如果我这样祈祷 是奉耶稣明的 在那里呼求天父 祝福赦免 祝福加力给我们 而斜灵会来的 那就是斜灵比神更厉害 我就问他 为什么奉耶稣明祈祷 我祈求的内容 全部都说到亲爱神 耶稣祝福安慰 医治 为什么会是斜灵离呢 有些人就说 你那些是斜灵离 为什么呢 他说 那些人如果跌倒在地上 跌倒在地上 那就是斜灵了 尚寒也是这样跌倒在地上 素罗当时也是跌倒在地上 这里有幅图 所以 因为他们没有留意圣经这么说 其实还有 在《弹耶律》书第十章都说到 《弹耶律》你看到 异象又是跌倒在地上 还有在《历代之下》第五章最尾那里 说到一百二十的祭司不能暂立公职 因为神的荣耀充满圣殿 所以他们都不能站住 所以圣经有不同地方说到 在圣灵强烈的同在 人们都不能站住 未那么强烈就会遥动 这也是很多人的经历 就算传统教会里面 也有人有这些经历 他们都会祈祷 投入就会遥动 所以问他 他有的时候你就告诉他 这个就是圣灵临罪 你越投入就越强烈了 就是神跟你在一起了 然后第五 就鼓励他自己回家 多些处理生命了 有些什么烦恼、激气、怒吵、怒吵、不饶恕 那些就尽量处理了 还有遵从神 还有用长时间爱慕神 又鼓励他去委身、示奉神、传福音 还有建立人的灵命 就是说帮他经历完 带他上耶稣或者帮他灵命更新 即时就鼓励他被神使用 不用分开的 不用等到一年之后上完课才做的 即日可以做的 他在适当的时候 问别人是否愿意接受他 按手祷告 祷告之后问他有没有任何经历 或者感受 但为什么说经历和感受呢 因为圣经有讲经历的 譬如说拉撒路復活这个经历 很多人就因为他信了耶稣 赫拉撒路復活那个人 那些邪灵说出来 接着他就四处去宣讲耶稣所做的事 就是他经历了之后改变 那圣经有很多经历 譬如说拉撒路也是经历到 看到耶稣 接着经历改变 有没有经历 经历包括感受的 觉得开心也是经历之一 为什么不问感受呢 因为有些人就说 你靠感觉来到传福音 我说不是 是经历 不过经历也包括开心的 是喜乐 喜乐灵 来到充满我们 然后呢 如果有就告诉他 这个是神临在他身上 祝福他 问他愿不愿意 信主或者爱主 或者教导他更多看圣经 在吐告中爱慕神 建立同神的关系 就是他都可以开始给神用 这个就是我想训练大家 懂得去帮人 好了 另一样东西可以学习 就是借着 敬拜和吐告带领人 没有按手的 是集体敬拜 集体吐告 那做什么呢 在带领敬拜的时候 其实我希望多些人带领的 你愿有心愿意 当然大领敬拜 都是有一些先决条件的 因为起码第一件事 就是不要走音 不要走音是可以练习的 可以练习的 你可以手机下载钢琴 你按住它 Dore Mi Fa So Fa Mi Re Do 然后唱 一直唱唱 音就会准确 你有心去领敬拜 我是给你有这个时间的 有这个可以在敬拜的部分 一部分你去敬拜 那在敬拜的时候要做什么呢 带领敬拜或者吐告 包括集体祈祷 一起亲近神 感谢神 哈利利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去带领他们吐告 相信神很喜欢我们亲近祂和敬拜祂 所以首先我们亲近神 我们先享受 因为神喜欢 我就享受亲近神 我就开心了 我整个心灵 大敬拜的时候 都整个心灵敬拜神 就是我一直弹琴 我一直唱 但我一直感激神 爱慕神 欢喜神 这个就是带领敬拜的人 一定自己先敬拜 第二 多些用个人性和感情的说话 因为圣经说到 神对我们有感情 她说 妇人应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 不连恕她的儿子 就算有忘记 我也不会忘记你 神恩我们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 请我们喜乐而欢呼 所以神是有感情的 祂亲近我们 是有感情的 所以我们亲近祂应该 也有感情 圣经也有说到感情 好像六切无鸡水 我要清重耶和华 说到我用各样的乐器 去清重耶和华 所以这些都是说到有感情的 譬如大卫 极力的跳舞 他都是充满感情的 所以用一些有感情的说话 就好像 神啊我喜悦你 我欢喜你 在这里那些字 有你真是好了 神啊有你真是好了 有你我就幸福了 神你就祝福我整个生命 我需要耶稣 我祝福你 我享受你 我喜欢跟你在一起 用一些感情的说话 我发觉很多地方 令敬拜很少用这些说话 当时用一些比较正经的说话 神啊我赞美你 我高举你的性命 我感谢你 都是比较正经的 那些不是错的 不过如果我们跟一个人很亲密的时候 我们不会只说 譬如你和你的爱人 你的丈夫太太 你不会说 我喜悦你 我欢喜你 我欣赏你 我们不会没有感情的说话 我们会有感情的 和你一起真的很开心 很喜欢和你一起 和你一起拍拖 你会有感情的 为什么跟神说话 又要我赞美你 我感谢你 为什么要没有感情呢 有些人的感情 只是一种就是激 感谢你 赞美你 不只是那种 神啊我真是很喜欢你的 很欢喜你的 就是放一些感情下去 真的不是假扮 而且你也要留意一下 被带领的人在什么状况 譬如他们每个人在做梦 或者在睡觉 你说我们一起起床 我们一起开声 我们一起 有时说话 带领他们 如何投入祈祷 去亲近神 更加爱主 然后有时也有轻松喜乐 我有借喜乐 哈哈 主耶稣知及我 所以我们半仗 和一起敬拜的人 都可以一起跳舞 大家都可以一起的 一起跳舞拍掌 第五 也都很重要 就是相信我们敬拜 神很开心的 所以我们可以开心敬拜 我们很开心 因为神开心的 还有可以有不同的阶段 敬拜可以有不同的阶段 开始可以投入敬拜赞美 然后宣告神的尾线 神真的好 神是慈爱的 还有敬拜爱慕神 这个就投入一点了 神啊我欢迎你 我感谢你 我喜欢你 我享受你 我进入你的同在 然后有轻松的时候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飞呀飞 飞呀飞 有轻松的时候 然后有毁身的时候 将生命献给神 所以在敬拜 可以有不同的阶段 还有无论他们经历什么 有任何经历 都是经历着神 都是进入着更强烈的同在 就是说你现在越来越经历了 有些人经历不是很强烈 不要紧的 你经历了你就开始慢慢经历了 好了 那我们下一次才讲这个 传呼音的方法 那我们今天就来到这里 那就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给神用 就原来呢 圣灵充满 可以这么有帮助的 我们一起起床祈祷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天父我们欢迎你 我们喜欢你 我们依靠你 我们拉着你 耶稣你真好 耶稣你真好 主耶稣你真好 哈利路亚 这支祝福 你就欢喜了 神现在很开心 我们真心亲近神 神就很开心 神在那里笑 我们就可以开心了 哈哈哈哈 多谢耶稣 神就欢喜了 我们的生命就变得更加宝贵 我们的生命就一直提升了 被神去祝福 我们就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有力量 有盼望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越来越有更多的恩赐 多谢天父 神啊 你与我们同在 耶稣与我们同在 有神万事足 有耶稣与我们一起 真好 哈利路亚 我们的生平安静 好将断过 你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平安静 耶稣与我们的生命就变得更加宝费 我们的生命就变得更加宝费 水便 多谢天父 有耶稣真好啊 有耶稣 我们就轻散 喜乐平安 我们就可以享受你 神啊 我们享受你 你都很欢喜 你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所以我们都可以开心快活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神真好啊 哈哈哈哈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 圣明 阿们 大家留意 有多少个人觉得平安 轻松舒服了 请你举手 你看 这样 没有按手祈祷 都可以经历圣灵 大家就可以学习 练习 这个要练习 练习如何去爱慕神 你就可以带领一帮人 一起去经历神 祈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